拜登想要集中力量 对抗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但是由于塔利班的攻势 凸显离美国的情报 真的有一点点掉漆 我们台湾这样讲 就是有点失准 很打脸了拜登政府 最明显就是 14号下午的时候 拜登还宣布 要应对阿富汗局势 有几个新措施 14号还有新措施 那代表美军认为说 阿富汗政府军 不会那么快垮台 但是14号是这样子 15号塔利班就攻占了 喀布尔了 14号拜登当下有说了 哪一些重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 每一点都觉得好讽刺 第一个他当然说 要派5000名的美军 协助安全撤离 第二点就包括了 下令美国武装部队 跟情报界保持应对 未来阿富汗恐怖威胁的能力 跟警惕性 但现在塔利班已经掌权了 你还要掌握什么东西 第三点支持 阿富汗的总统甘尼等其他领导人 寻求政治解决阿富汗危机 现在甘尼都落跑了 还要那个什么样的政治解决危机 另外警告塔利班 危机说你如果是危机到美国人员的话 你就会遭受到美国的报复 这些看法跟新措施完全都没有看得出来 美国认为喀布尔即将沦陷了 因此就被前立法文郭正亮大叹你美国的情报掌握也太多了 因为美国人员也太差了吧 70年代美国还是唯一的霸权 对不对 它那个时候的能量 当然是远远大于现在 那你就看出它事实上是每况愈下 因为阿富汗这件事情的方方面面的离谱 已经超乎我的想像之外了 我很难想像美国会变成这样你知道吧 因为越战我还做过一点研究 就是说那个是有一个过程 那当然美国就是不愿意陷入太深 那国内有反越战 那它牺牲了非常多人很多人都死了 那阿富汗 这基本上就是自己完全这个情报错误嘛 然后对政治跟军事的评估都错误 而且那个错误的程度简直是离谱 然后就像介大使刚刚讲的就是 你的评估好像反而没有俄罗斯跟中国准确 那你是在地的力量 而且在那边20年 怎么会有这样的状态 所以这个难以理解 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些现象 那你只能够说因为它就是急着要离开 因为我那个时候看了一个数据 就是拜登他算说 如果美国还要在这个地方留的话 他一年至少还要花80亿 他不愿意花这个钱 那另外就是他要把这个地方的 部分有用的部队要移到亚洲了 那个时候传出来叫飞弹部队 就是他要移到亚洲 那坦白讲我现在对拜登讲的话 有关政治跟军事的部分 我都要打点折扣了 会误判 我不知道 因为它这个阿富汗的讲话就 就前前后有很多次完全错误 他8月14号昨天 昨天拜登发了一个声明 针对阿富汗的形势做声明 还提出6点 结果今天就结束了 这太离谱了吧 8月14号还提出6点声明 一副就是好像还可以撑 大概还是那个30天 没有因为拜登被CIA耍了 大陆官媒环球时报社评有表示说 美国这次失败比越战的失败更清楚展示了美国的无力 它的确很像是一只纸老虎 而且还说如果横着比的话 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比上个世纪 80年代的苏联 在那里的失败更加丢人 环石引述了不具名的大陆专家的说法 表示说西班国家认为 大陆可能会派兵去填补你美国留下来的真空 是毫无根据的猜测 环石写到说 中国最多只会怎么样呢 只会在发生大规模人道危机的时候 撤离中国大陆的公民 或者在这个饱受战乱蹂躏的国家 恢复安全和稳定的时候 为战后重建还有发展做出贡献 那推进的是中国大陆提出的 一带一路的倡议项目等等的 意思就是说 中国大陆不会中你美国的计啦 另外呢 大陆兰州大学的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 朱永彪老师呢 他也表示说 塔利班的势力啊 拓展的速度呢 好快好快 他说之前全世界很多观察家都表示 担心塔利班的军事行动 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啦 但事实上 他说目前为止 塔利班的表现并不差 他也特别说呢 我们没有看到大屠杀嘛 也没有看到妇女呢 被虐杀嘛 被虐待嘛 大部分呢 主要城市都是不战而胜的 没有动用这些武力 对塔利班呢 有一些指责 但是呢 我们看到说 没有一些确凿的证据 另外呢 还说塔利班部队 已经进入喀布尔了 美国大使馆的撤离行动呢 也没有被打断 或者遭受到攻击 所有这些呢 都表明 战争不会以暴力方式来结束 其实呢 根据呢 英国卫报呢 还有天空新闻的消息说 塔利班发言人啊 他也特别强调 说呢 要建立一个呢 所有阿富汗人都能够参与其中 也就是包容型的政府 他也特别强调说啊 将会允许呢 女性 独自外出 还有接受教育跟工作等等的 所以看得出来呢 其实怎么样呢 塔利班已经呢 不像当年的塔利班了吗 而且呢 已经进化 想要跟世界来沟通了 另外再来看到就是说啊 拜登 拜登真的是自打脸吗 拜登呢 在七月的时候 才始言说 美军撤出阿富汗下场 绝对不会重蹈 越战结束的时候 有美国啊 西贡大使馆班呢 用直升机这样子 去撤人的难堪局面 只是目前的局势发展 越来越像呢 就是重演了 拜登呢 就被发现说 下令了 现在是六千名的美国部队 返回了喀布尔 协助呢 陷入孤立的 驻阿大使馆的 这些使节们 赶快撤离 那这就不是当年 你重演的 美国西贡大使馆班 用直升机撤人的 尴尬画面吗 你看这两个对照 对照起来 是不是觉得很像呢 那拜登呢 你还是铁了心 要在八月底前 撤走美军嘛 白宫相信呢 当前的局势 没有完全的解放 撤军就是最好的方案 尽管招致 共和党的激烈责难 美国看到国安鹰派 还是呢 还是就指责他们 但是呢 拜登政府 他们就是认为 撤军能够吸引的是 美国民众的支持 拜登七月就为撤军 决定呢 来进行辩护 他就说 他并不认为呢 这个塔利班呢 会席卷阿富汗 是必不可免的 但是呢 他在白宫的时候 谈话时就特别提出来说 塔利班绝对不是 所谓的北越军队 就战力而言 真的是天差地远的 只是呢 美国驻阿勒使馆 进一步缩编 美国仓皇奉命部署 似乎都是为了 喀布尔恐怕 要被沦陷来做准备 因此拜登的决策 可能就会让美国迅速落入 比一九七五年西贡沦陷 更不堪的局面 盖打组织 也就是基地组织 以及塔利班 或许会用 焚回美国大使馆 来庆祝即将带来的 九一一二十周年吗 被各界认为阿富汗就是 西贡沦陷翻版 尤其当年来看到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九号 西贡沦陷前夕 荷兰记者所拍下来 这个直升机在加隆街 二十二号的屋顶上 接驳人员撤离的照片 和现在相比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上空 美军直升机穿梭 这难道不是西贡沦的翻版吗 来看到 就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就说 他坦诚 阿富汗局势的变化 真的速度很快 比美国想象还快 但他认为 美军撤离阿富汗是正确的 布林肯向CNN说 保持我们的驻军 就可以维持现状的想法 完全错误 还说 首要之物就是让美国人 安全离开阿富汗吧 法斯新闻 他也强调说 布林肯有说 这不是西贡 还特别说 二十年前 我们带着一个任务 去了阿富汗 那个任务就是处理 911事件当中 袭击我们的人 我们已经成功了 完成那个任务了 我们设定那些目标 就是将那些袭击 我们的人神之以法 确保他们不能从阿富汗 再次袭击我们 已经成功了 完成这项任务 所以他完全不能承认说 这是所谓的西贡人线 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我想要重新一项 Chuck 你说 我说 20年 20年 1 trillion 2,300美国人 who lost their lives 一个 massive investment and the president concluded that it was time to end this war you know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British were there we've now been there far longer than they have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Russians were there we've now been there twice as long as they have as a strategic matter there is nothing that our strategic competitors would like more than to see us bogged down and mired in Afghanistan for another 5, 10, 20 years that is not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拜登呢 还有包括了布林肯 说不是西贡沦陷 但是美国很多 政治人物却说 比如说参议员 本萨斯 他说 美国会后悔的 外交会受到影响 这根本就是 西贡式的抛弃啊 美军直升机来回穿梭 时间就在塔利班组织 挥军首都之际 美军把握时间 将科布尔大使馆人员 撤离到国际机场 而镜头也同时 拍到了美国大使馆的 屋顶烟囱 冒出阵阵浓烟 路透引述 不具名的美军官员说法 使馆正在焚烧机密文件 避免落入塔利班组织的手中 此情此景 许多美国人都想到了 1975年的西贡时刻 CNN将1975年的西贡撤离时刻对比了美国撤离科布尔使馆的画面 共和党议员史卡利斯指出 拜登才说美国不会像当年西贡一样利用直升机从屋顶逃离 但没想到拜登的每一句话都大大打脸自己 如同塔利班给美国的终极羞辱 你自己的知识社会认识 阿富汗政府可能会崩溃 这并不正确 你会看到人们被冒充的桌子 可能会有塔利班被冒充了所有东西 和整个国家是很不可能的 来呀 机枪声音不断在耳边响起 科布尔民众在塔利班公路首都时 西家带眷仓皇逃离科布尔机场 希望能够尽快搭机离境 但是 科布尔机场在夜间暂停商用民航班机 只准许各国军机起降撤侨 大批无助民众在停机坪上面 只能凭借灯光 找到任何可以离开的飞机 CNN主播质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难道这不就是拜登总统的悉共时刻吗 President Biden is intent on avoiding a Saigon moment That's a reference of course to the hasty and humiliating U.S. evacuation from Vietnam But with this troop surge to airlift Americans out of Afghanistan Aren't we already in the midst of a Saigon moment? No we're not Remember this is not Saigon We went to Afghanistan 20 years ago with one mission And that mission was to deal with the folks who attacked us on 9-11 And we have succeeded in that mission The objective that we set Bringing those who attacked us to justice Making sure that they couldn't attack us again from Afghanistan We've succeeded in that mission 布林肯坚决认为 美国是完成任务撤离阿富汗 但他也在NBC的专访中坦承 美国叙留阿富汗将是战略竞争者所乐见的 但不符合美国自身利益 纽约时报对此评论 阿富汗目前的局势可能再一次损害美国的可信度 盟友也更加相信不能完全依赖美国 美国进来的撤军决定代表着 美国可能再也不会无限期照顾一个成为雷追的盟友 纽约时报还特别点名了 包括台湾 乌克兰 菲律宾及印尼 对美国产生情绪会特别强烈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 真的美国是不可靠的吗 纽约时报自己说 阿富汗的局势迅速的恶化 可能再一次损及了美国的可信度了 而且盟友更加的相信 不能完全依赖美国的支持 这种情绪在台湾 在乌克兰 菲律宾 还有印尼特别强烈 到底谁是下一个被美国丢包的呢 而且来看到就是说 像是谋求扩张势力的大陆跟俄罗斯 他们是最大的受益者吗 亚洲还有欧洲 许多国家都希望美国能够在中俄 扩展势力的影响之际呢 能够担任所谓的领导者 但是美国现在从阿富汗撤军 势必引发了很大质疑嘛 法国的防务分析专家 叫做海斯堡 他就说 拜登常常说什么 美国回来了啦 但是现在是 是啊 美国回家了 几乎没有人会期望 美国出手去挽救 落败的阿富汗政府 多数人都知道 阿富汗政府原本很久以前 就会垮台的 不过长期而言 不能指望美国人的这种想法 会因为阿富汗这件事情 更深入人心了 他说从欧巴马时代 到现在的所谓的海外撤军 前总统川普延续了 这一个趋势 必须要做好准备 美国再也不会 无限期的去照顾一个累赘的一些盟友了 英国的国会的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 叫做图根达特 他说呢 1918年 那1991年的时候 还有其他时间 美国是很强大 又很富裕的 因为人人都知道 可以依靠美国捍卫啊 自由啊 但是呢 美国进入阿富汗20年 牺牲了那么多生命 投入那么多努力之后 突然撤出 所以会让世界各地的盟友 还要潜在盟友去思考 是否该跟专制的政权拉近距离呢 而且也说 某些民主国家 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样的可靠了 加州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淑莉 他也说呢 这些亚洲国家真的觉得怎么样 既无奈又不安 认为这种事情 美国抛弃的事情 恐怕迟早会发生